以后家里的西红柿你别总炒着吃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全家人都爱吃 首先将西红柿横切一刀 竖切一刀 像这样打上十字花刀 再用开水烫一下 捞出来 扒去外皮 再剁成碎末 全部剁好以后放入大碗中 加入胡萝卜丁 葱花 火腿丁 打入一个鸡蛋 调味 加盐 鸡精 十三香 放入两勺面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每天用新椒做菜 只希望你能给个免费的小红心 支持一下 非常感谢 搅拌视频中这样的面糊就可以 锅中刷油 倒入面糊 用铲子整理一下 再刷上一层食用油 锁住水分 再撒上点白芝麻和黑芝麻 这样吃起来会更香 盖上盖子烙五分钟左右 出锅看成品 看看有没有食欲 切成小块 西红柿早餐饼你就像我这样做 简单好吃 营养丰富 孩子都抢着吃 喜欢你也试试吧 谢谢大家